众所周知,日本是全世界人均寿命比较高的国家,研究显示,日本男性的平均寿命达到了80岁,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7岁,而日本人长寿的秘诀就在于他们的生活习惯。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,日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,他们也会做一些运动来放松身心。 那么,日本人均寿命高,究竟是因为哪些生活习惯呢?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。 1.跑步 跑步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,这种低冲击性、非对抗性的运动能够有效锻炼膝盖,增强膝盖承受能力。 此外,跑步还可以延缓血管老化,防止静脉曲张,修复膝软骨损伤,辅助消除脂肪肝。 2.吃饭时放慢速度 日本人的肥胖率特别低,而肥胖率低正是日本人均寿命长的原因之一。 大家都知道,肥胖会导致多种疾病的发作,吃饭时放慢速度就可以有效避免肥胖,因为咀嚼可以促进唾液分泌。 唾液分泌量增加能够促进消化,咀嚼还能促进胃液和肠液的分泌,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吸收。 放慢吃饭速度还可以减少饮食量,从而减少对肠胃的负担,避免增加体重。 另外,咀嚼还能促进唾液腺分泌唾液腺激素,这种激素有预防老化的功能。 3.远离烟酒 烟酒是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物品,烟草中含有多种有害物质。 长期吸烟会对肝脏造成损伤,而酒精会对肾脏造成伤害,而且大量饮酒还对大脑造成伤害。 另外,烟酒含有一类致癌物质,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尽量远离烟酒。 4.清淡饮食,营养均衡 我们都知道,日本的代表饮食就是寿司、生鱼片这些清淡的食物,且烹饪方式主要是生食或蒸熟,他们也不喜欢高油、高糖、高脂的食物。 此外,日料讲究营养搭配,保证了营养的多样性,他们还推行少量多样的原则。 在这样的饮食习惯下,高血压、高血糖等疾病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,寿命自然就能有所提高。 5.保持良好的心态 焦虑、暴躁等不良情绪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全方位的负面影响,导致人体代谢免疫平衡的失调,还会导致各种疾病的发生。 而良好的心态有助于降低血压,减少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病几率。 6.吃早餐 早餐是我们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,早餐应尽量丰富,需含有足量的碳水化合物、优质蛋白、蔬菜和水果。 合理均衡的饮食才能保证营养的摄入,为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。 除了养成以上的生活习惯,我们还可以多吃以下这些食物来助力长寿。 1.坚果 坚果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、纤维、酶以及维生素E。 每天吃一把坚果,能够帮助身体分解胆固醇,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2.大蒜 大蒜中的活性成分能预防动脉硬化和冠状动脉堵塞,降低胆固醇,减少血栓的形成,调节血糖。 3.苹果 苹果中的甲盐能与体内多余的酸性物质中和,从而减少钙的流失,预防骨质疏松。 而苹果中的维生素、苹果酸则能分解脂肪,防止肥胖。 4.茶叶 茶叶中含有450余种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化学成分,其中的茶多酚可以阻断致癌物质在体内合成,提高人体免疫能力。 5.花菜 常吃花菜可以降低癌症的发病率,提高自身免疫力,减少心脏病的发生。 6.绿叶菜 在饮食中,增加绿叶菜的摄入量能够延缓餐后血糖上升,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,降低关心病的发作风险。 7.生姜 鲜姜中的姜辣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,能够抵御多种疾病,常吃姜可以刺激肠胃粘膜,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,去除体内的湿气和寒气。 7.其实,常寿的秘诀很简单,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饮食习惯,不碰烟酒,还要坚持适量的运动,另外保持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,也有助于常寿。 7.绿叶